美国陆军与海军的跨军种协同作战能力 美国陆军与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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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与 计划遭遇技术瓶颈 难以达成预期目标 迫使军方调整策略 将重心转向外部采购 据悉 美国通用电机公司的F414发动机 成为了军方考虑的重点对象 这款引擎 以其强劲的性能 装备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战机上 单台推力高达13000磅 远超台湾现役IDF战机 所使用的F124发动机 ADF战机作为台湾空军的未来之星 不仅将融入隐身设计 配备内置武器舱 还将安装先进的有缘相控阵列雷达 进一步提升作战效能 军方强调 无论是选择F414发动机 还是未来重启支女星计划 台湾都坚定走在 自主研发战斗机的道路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也表达了积极态度 虽然支女星 未能直接助力ADF的重型发动机需求 但甘愿仍手握12项成熟技术计划 并计划推进中型发动机的试制工作 与此同时 国际战场的风云变换 也为台湾提供了宝贵骑士 俄乌冲突初期 俄军大规模直升机行动 在安东洛夫机场受挫 损失惨重 特别是卡52武装直升机 据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统计 损失率已近四成 这一战力 无疑为各国空军装备升级 与战术调整 敲强了警钟 自今年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国防部前 资深顾问库赞 深入剖析指出 鉴于俄军防空网络的密集部署 乌克兰前线的直升机作战策略 已发生显著转变 至2024年 他们将主要聚焦于前线火力支援 采用抛射轰炸 与飞导引导导弹的精确打击方式 同时承担起反无人机的重要使命 以规避深入敌后 可能遭遇的高风险截击 这一调整 无疑标志着直升机角色 从昔日的敌后尖刀 转变为更加稳健的前线支援者 以确保更高的战场生存能力 在6月巴黎航空盛会上 法国陆军轻型航空兵司令梅耶少将 以俄军失败的直升机突袭行动为境界 向全球军事领袖发出警示 面对现代防空体系的严密防守 传统的大规模直升机突击 已近乎自杀式任务 直升机战术的革新势在必行 那么改革的路径何在 俄乌战争为全球军事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尤其是在装备和战术上的调整 台湾在织女星计划遭遇技术瓶颈时 正是借鉴了俄乌冲突中 暴露出的装备短板和战术失误 俄军在安东诺夫机场的 大规模直升机行动中 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乌克兰密集的防空网络 导致损失惨重 这使得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防空能力和空中战术 特别是卡52武装直升机的高损失率 凸显了在高强度防空环境下 传统直升机战术的脆弱性 台湾借鉴这一经验 在面对织女星计划的挑战时 果断调整策略 转向外部采购F414发动机 确保ADF战机能够按计划推进 这不仅体现了灵活应变的策略 也展示了台湾在面对技术难题时 勇于借鉴国际经验 优化自身装备的决心 与此同时 乌克兰在面对俄军防空网络的压力下 调整了直升机的作战策略 强调前线火力支援和反无人机作战 这一策略调整 同样为台湾在未来装备和战术布局上 提供了宝贵参考 通过国际战场的经验教训 台湾在航空和防空装备的研发和部署上 将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适应性 未来的ADF战机不仅要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 还必须在高强度的防空环境中具备更高的生存能力 这一切都要求台湾在研发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各类潜在威胁 并积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确保自身装备的领先性和实战效能 俄乌战争中暴露出的装备短板 和战术15位全球军队提供了重要启示 尤其是俄军在高强度防空环境中 直升机作战的失败经验 使得各国军队重新审视 并调整自己的空中作战策略 直升机以其高速、强突防能力 广泛适应性及低气象与机场依赖著称 是陆军不可或缺的空中利件 然而其低空作战特性也伴随着显著挑战 亦被目视发现防护力相对薄弱 尤其是面对地面常规火力的威胁时 因此直升机深入敌区作战 往往需依赖地面火力的紧密配合 这无疑限制了其行动的自由度 面对这些挑战 直升机与无人机封群的协同作战构想 应远而生 这一组合策略旨在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无人机负责透宽侦察视野 降低有人驾驶平台的风险 同时通过无人机的灵活部署 增强整体作战的灵活性与效能 在渗透侦察 电子干扰 及协同突击等任务中 直升机搭载无人机封群低空前行 抵达目标区域后 无人机群即展开自主编队 执行多样化的低空作战任务 部分无人机甚至能静默飞行或滑翔 悄无声息地穿透敌方预警网络 实现战场上的隐形打击 在探讨直升机与无人机封群的协同作战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 无人机封群的一系列独特优势 这些小体机 低雷达截面的无人机 不仅难以被敌方远程探测 还极大的缩短了敌方的反应时间 想象一下 若一群无人机 以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逼近宙斯盾系统 雷达捕捉到他们时 有给拦截系统的可能极有宝贵的15秒 此外 无人机封群的任务 载客设计高度模块化 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 无论是侦察 监视 探测 攻击 还是电磁干扰 都能游刃有余 更令人振奋的是 其成本效益远超传统战机 例如 一枚价值120万美元的鱼叉导弹的预算 足以采购并装备80架交浪无人机 且无需承担高昂的长期维护费用 因此 当无人机封群成功穿透敌方防线后 他们不仅能引导直升机 远距离精确打击高价值目标 还能直接对敌方防空系统 或空中力量发起宝格式攻击 正如2018年 俄罗斯驻叙利亚基地 遭遇的不明无人机封群远程袭击所展示的那样 然而 直升机与无人机结合的路径并非唯一 空中巴士直升机公司的执行长伊文 则提出了另一种见解 他认为 直升机应专注于发展远程5G系统 从而在更安全的市局外执行任务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 是直升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灵活性更胜一筹 还是直升机装备远程5G后的独立作战能力更为关键 与此同时 俄乌战场的硝烟 也为全球军事防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启事 在这场冲突中 无人机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 对战车 坦克等传统地面目标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各国军方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新型防御武器的研发 其中激光炫目器作为反无人机领域的新秀 凭借其精准 低功率 非破坏性的干扰能力脱颖而出 通过瞄准并照射无人机的光学传感器 激光炫目器能够使其暂时失明 从而无法有效执行攻击任务 这种防御手段不仅部署迅速 经济高效 还能有效应对低阶无人机的威胁 使其迷航 坠毁或丧失攻击能力 目前 包括美军在内的多国军队 都已开始使用类似系统 而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 也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激光炫目器的出现 无疑为未来的战场防御增添了一抹亮色 据美国防务新闻7月19日最新报道 在印太地区盛大举行的英勇盾牌24联合军演中 一枚美海军标准6导弹 在陆军综合作战 指挥系统及低层防空 导弹防御传感器的精准指引下 成功拦截预定目标 此次成功测试不仅验证了美海军导弹 与陆军防空反导系统的无缝集成能力 更彰显了美军跨军种协同作战的深远潜力 为关岛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 构筑了坚实的基石 关岛 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地 其导弹防御架构正逐步升级 未来美国陆军将部署的MRC发射器LTA MDS以及IBCS等先进系统 将与神盾舰上的标准三 标准六导弹等武器系统紧密配合 共同编织起一张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网络 为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撑起一把保护伞 此番跨军种协作的深入实践 正是美国多域战与联合全域作战理念的具体体现 自2016年多域战概念 被正式纳入美陆军新版作战条例以来 美军便致力于打破传统军种界限 将作战力量延伸至海洋 太空 网络空间及电子频谱等多元领域 以夺取全面的作战优势 而2020年联合全域作战概念的提出 更是将这一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 旨在通过构建无缝衔接的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 实现海洋空天网五维战场上的 高效协同作战 然而 在追求技术突破 与战术创新的同时 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据美国防务新闻透露 曾有一款140毫米口径的 M1爱卜拉姆斯坦克实验型 M1CAT-TB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悄然问世 这款坦克的诞生 源于对苏联T-64 T-72等装备 125毫米火炮坦克的深刻忧虑 面对北约传统 105毫米火炮坦克的火力劣势 美德两国曾携手探索 新型坦克之路 但最终因需求差异而分道扬镳 各自研发出 M1爱卜拉姆斯坦克与鲍尔坦克 而M1CAT-TB 正是M1坦克追求极致火力的实验之作 然而140毫米火炮的强大威力背后 是沉重的炮弹与复杂的装填机制 这极大的增加了坦克的重量与成本 经过一系列严苛测试后 尽管其展现出了卓越的战场生存能力 但高昂的造价 与相对过剩的火力需求 最终让这款超级坦克 未能走出实验室 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遗憾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在追求军事技术革新的同时 成本效益与实战需求的平衡 同样至关重要 以上信息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